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桌游行不行》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被挑剩下的小灰巷 人 我是负责幕后的小龙 我是喜欢绿色小马去Runa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款比较新的 古典音乐主题就是 Lacrimosa 也就是安魂曲 安魂曲这个游戏呢 它的背影就是说 这个天才英作曲家莫扎特 死亡之后呢 他的妻子找到了我们这些有钱人 希望我们帮他完成一些遗愿 一个是他当时有一个安魂曲没有完成 所以需要我们去找 还在世的比较有名望的作曲家 帮他完成这个安魂曲 第二件事情就是 他希望能够写住这个莫扎特的传记 我们就要负责出资 并且在写传记的时候 就需要把自己在里面的重要性 添油加醋的写进去 通过这种方式来赚取名望语 也是分数 游戏总共分成大轮 每一大轮能做四个洞 每次你都会有四张手牌 然后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选择一张 插在玩家版图的上方 就代表你的第一个动作 然后还有一个动作 就是插在这个玩家版图的下图 这个图标就代表你下图可以获得资源 游戏总共五种动作 第一种就是这张版 这个就是写传记 就是你可以在玩家里买一张手牌 第二个动作就是写曲子 也同样是在这里 你可以花另外一个动作 去把这个乐曲买回来 就放在旁边 那么第三个动作 你可以对于这个乐曲进行卖出 如果你表演的话 你就可能横置 一般来说是给你一些金钱的收入 或者你可以选择 把这个曲子直接卖的 也就是器 一般来说呢 他就会给你得到额外的分数 或者能够提供你的一个收入等级 第四个动作就是旅游 通过莫扎特生前旅游的地方 通过付出车马费 然后移动到欧洲的大城市的任何一个地方 执行上面的效果 或者拿取这里的游戏结束时候的终局计算版 最后一个动作呢 也就是你可以通过安魂取 你选择把这些token放在这边对应的区域 然后呢相当于找这里的作曲家 完成这个曲目 基本上就是大战政府的积动 你可以理解成就是在游戏的途中 这些牌会变得越来越强 然后你所需要花的资源越来越多 20个动作结束之后 最高分的玩家就是我的神力 那么先问一下你们出体验的感受 我感觉这个游戏还蛮丝滑的 然后另外值得一说的是 我对这个玩家的双层版图 还是非常有好感的 我觉得做工呢也算是比较不错 因为这个真的有一种乐曲的那种感觉 特别的点题吧 反正我第一眼看到它 我就觉得是我喜欢的东西 没有我直接在回想 你觉得它像乐曲的那个点 唱诗班吗 对或者是那个曲曲吗 你说的是主架什么 对对对对 是有这种感觉 那Luna有什么评价吗 我看来第一点它的主题 是给了我一个非常新颖的冲击感 第二个呢它的整体的感觉给我的 是一个联动型的作用 就是联动是一个在我这里很突出的一个点 因为我的思维里面打联动的那种游戏啊 我会需要时间成本去学习 所以每到一个游戏打开 它有一个这样的机制在里面的时候 它会让我特别有印象 不管是编程还是联动的游戏 都很菜玩的我 但是我最近就莫名的 这种游戏特别的有感 就是我又菜又爱玩这种阶段 现在属于这种类型 哪怕二十个回合 我只要打出一次的combo以后 就感觉直了爽道的感觉 对就跟我那一年去GenCon 打那种卡牌游戏一样 我以前也是打卡牌游戏 就是打不懂 然后有一次就有一年突然 开始对打卡牌游戏有了一种爽感 时间的累积 然后再加上口味也会改变 这种东西就有一种让我觉得 我觉得我需要去探索它 它对我的那种吸引力 从这一点上来说 我觉得这个游戏也是能够吸引到我的 你喊我马上再开一个我 这样的乐意接受 我感受到了I feel很欣慰的表情 可能说既然你都说到这儿了 那我就不走了 那可能就回不去了 我觉得这个游戏 是我在网上突然刷到了这么一个游戏 首先它的封面非常吸引 一个很大的人 然后就是感觉特别好 艺术家 而且有点疯狂的那种 对对对 它的出版社呢 是之前做上河之灵 还有Luna Capital的桌游出版商 它们的桌游的品质呢 确实不错 我觉得非常的良心 从体验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确实大框架非常明晰 然后它的动作就只有我的动作 但是你可以通过 版图上各种各样的情况 以及这边的购买链 随时的变化来产生很多种的那种 测试器 它是一个比较有深度的游戏 我都能懂你喜欢的那种桌游的类型 比如像复杂哥 它就是有几个区域 然后呢 它会有一点的联动性 然后它的那个分数呢 它又是那种比较隐藏性的 它还是比较直观的 你可以说它购买手牌 然后来升级 算是一种升级牌子 但是DPG比较弱 DPG约等于没有 除非你能找到那个比较强力的 但是那这会是一个缺点吧 就是你很明显感觉到有一张牌在这里面 它会比别的牌要好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商机 它的卡牌有一些 有这么一两张好的 或两三张好的 包括它一开始旅游 也有这么几个特别香的 图写乐趣 有几个资源前提是需要抢的 对吧 你能快速地捕捉到了 那你就去 就你不会被卡到 但是拿了的人不会被卡到 什么意思就是说 它每个区域它都有很好的点 如果你去了A点 那么我可能就去B点 并且我觉得这个 其实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如果玩家对于这个游戏 它有一个整体的认知 它知道哪个牌 哪个好哪个不好 那么越新刷出来的牌 它会越贵 越留在这边就是相当于比较便宜 性价比肯定就会低 也就是说一开始肯定会抢 但是抢完之后 留下的就是不太强了 但是场上不太强的地方 应该也是保持一致的 所以我觉得它平衡性上来说 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 如果有老玩家 新玩家不懂 那确实会有这种信息的查 这个是游戏经验的 不是游戏的问题 这个重度的游戏 或这个类型的游戏 是比较难玩的一个类型游戏 比如说我 我比较喜欢像之前说的 玩这种身份推理的 或者嘴炮类的 但是这样的游戏 是占了大多数的 如果有玩家不适合这一类的话 那它可能一半的桌游都滑掉了 玩不懂这种 它可能就不会去玩这种 即使说我不太擅长这个 但是因为如果我不玩这个的话 我的选择面太低了 所以说我也就只能 因为我不买游戏嘛 没有话语钱 所以就是你问玩什么我就来了 也可以 可以 你从一个白嫖玩家的这个心态去说 就是是一个愿意白嫖的游戏 愿意嫖 对 可以 算是给了一个好评 那还有什么别的优点 我玩完第一回合第二回合之后 就是说就比较丝滑 你不太能够就是完全被卡到 被一块钱 或者说就完全限制到 这就是不同的玩家的体验 因为你在那局 你从第一轮就开始资源大丰收 然后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联动性嘛 你一轮买的牌和做的某一个动作是正确的 它会让你后面的动作都比较丝滑 这是你觉得丝滑 可怜在我旁边 还有好几次都有听到我 因为上一轮的动作做的不好 我少了一块钱 或者少了一个资源 然后就卡在那里 我发现只剩一个动作你能勉强去做 这就是你说的所谓的丝滑 和我的在当局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资源丰收了 你当然做什么都OK 你甚至可以拿资源去当钱用 但是那是你的奢势 不代表别的玩家就能这么奢势 所以我们一共有五种可以做的动作 你拿到四张牌 我知道刚刚小楼的意思 就是你少了四张牌 你有四个动作可以选 为什么会被卡住呢 但问题就是你四张牌的四个动作 就是每一个动作 能让你去做的时候 你可能都差一点点 但是因为 就在你资源和钱都很丰富的 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和玩游戏 我觉得都会有这个过程 有的那一把你玩的顺 就是你良性循环都特别好的 所以我都会有这个可能 那可能就是我玩的菜那一局 就会觉得你的资源就是会很限制的时候 你做每个动作就是很拮据 我其实本来是觉得 这个游戏就是东边不亮西边亮的 但是你说的那个点 就是说每个地方都差一点点 我确实当时没有考虑到 我在这个位置 我以为你尝考 是因为你想要精影求精 再找到一个更好的资源 你忘了可言说的就是 我这一把其实很多时候是 好多地方的动作都差一点点 然后比如说我去这的时候 我差一块钱 那我就可能会在想 我还剩两个动作的时候 我能不能第二个动作去做那个动作 然后我这一把要做别的动作 能不能让我赚到钱 在我既能够满足我下一个动作 能做的时候 我这个动作也能带给我稍微一点点的收益 就是我是在一个循环于那样的过程中 你玩了顺的时候 终归好的动作 你可能已经做了嘛 对 我们就是只能从你剩下的 选的好的动作里面 再去看我们能做什么 就这个样子 要不然怎么能决出胜负呢 如果要去总结你 罗马刚才说的点 我们问题就在这个上什么课 我不知道是因为没有音乐题材 然后我觉得它的那个logo设计 就稍微纠结了一下 就是在你讲完了规则 我跟小龙都重复在问了你一点 没有就是 有的时候你以为你讲到了 其实我们可能还在回想你上一句话 然后就可能漏掉了你的下一句话 然后就有的时候 听规则的人 他会有一个这个误区 所以我们就会再跟你确认 其实把几个区域和他的手牌的那个 图标对上了之后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别的我觉得它的游戏的规则什么的 不是很负担的 就不是你一上来 就是我焦完规马上就知道 这个动作可以 这个动作不行 你可能需要打一圈 花四个动作来明白 哪些动作好哪些都不好 不可能一上来就明白了 我也不会明白 但是你赢了 那因为你说的嘛 我也是赢了世界观景观 去那个地方做两个旅游是不香的 我对这个游戏稍微有点感悟 就是因为这个游戏它来钱很快 钱走也很快 所以你如果一旦这个钱花了 你下门补不上 就会有点像Luna说的 我这儿缺一点 那缺一点 所以你在花这个钱之前 你一定要想好 我下一步去哪里 把这个钱你续上 对 是的 这是你需要的规划 我这个有时候有点反哺 在你说他去那个地方很顺的时候 然后小龙一去了之后 我就不想去了 我明白 你被起到了一个 选次要动作的一个循环里面了 是的 是的 所以你们俩其实这个写乐章 你们也一起的合分了吗 是 但是就是乐章这一块 它给的这些额外的加成 或者说它的额外的收入 它是当你做什么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能够得到额外什么什么收入 比如说是分数 就是它是一个被动性的收入 但是旅行你是主动去选 你要的额外的加成 或者额外的好处是最更灵活的 但是乐章是先到先得 它的位置是固定的 所以也算公平的嘛 对 我没有说它公平和公平 只是说它这个部分 可能会对于你长性规划的要求更高一点 那么可能LUNA对于这种游戏 它理解起来要花得更长的时间 所以反正会觉得更卡 反正我觉得你对于这个游戏 整个框架性的理解 一般来说就是打完一局游戏 你就会知道 这个你应该干什么 再干什么 我玩了第一把 然后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卡牌构筑游戏 结果我死得很惨 所以第二把我就知道了 不能买那么多的牌 会需要教学 你卡牌这个游戏的玩家的毛病 还是改不了 我是做一个卡牌游戏的玩家 哇 升级卡牌好爽 但是它不能做 最后说白了 还是要靠唱歌要靠演奏 毕竟是一个古典音乐也是 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再多玩几次吧 至少它第一次有抓到我的眼 那再多玩几次的话 可能我对它的想法就会变成了 有没有可以看成的不同意见 听到主题上来说 我是不是可以写曲加唱曲做一个联动 我是觉得好像到了最后的那一盒 我才勉强能做一个 你的手牌会变得更沉溺 对 但是我觉得那个来得很晚 然后我就在想看 会不会有一些天主题性的带入 比如这个人 我可以作为我想说 我是一个游唱诗人 我边旅游 我边写点谱 我边写点谱 然后边给大家表演一下 挣点钱 因为是唱民谣的 对 有点那个感觉 然后要不就是 我是个写开大河的 就是非常那个 唱山歌的 我就不去旅游 我就是要专注地写歌剧院去唱歌曲 你知道吗 也可能可以 这我就在想 会不会有这样的路线 然后再加一点代入 然后走这种风格 然后大家可以抗衡一下 看谁走得更好 我有的时候会想说一个游戏 大家都是旗鼓相当的对手 大家对游戏的理解 都是非常到位的 然后大家比的是当局 谁的操作错误最少 就是那个感觉 有的时候会很enjoy 我其实倒挺好奇 这个曲子最后谱完了都添好了 奥美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音乐 其实你可以直接去搜弯红曲 那不是假的 你可以直接去搜弯 因为以前比如说我们一起合伙建公司 把公司建起来了 或者我们一起打架 打过了 或者我们手打手下来了 都感觉没有什么 这个是你写了一个曲子 写完了 你就会好奇的 写完了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一个感觉 我没有 你就直接去听 我懂了 但是音乐性的主题上 它缺少了你的音乐的代入 那我懂了 你以后打这个想放莫扎特的古典音乐 不 你这放了二分之一音符 你这放了四分之一音符 它节奏变了 这个好高端 我会觉得他们能够去想到 把一个听觉上的主题 代入到桌游这么一个题材上来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创新性的设置 它的切入点还是很重要的 从莫扎特词之后的事情来讲 会不会是因为现在这个桌游市场 就是设计师会去想办法 去找到一款市场上空缺的这么一个主题呢 会的会的会的 桌游市场已经百家争鸣 就跟展示奥翔之前都没有任何能做鸟的游戏 都一样的 那你这么说 因为做鸟的 跟我们刚才玩做花的 下一个初做树的 做草的 那无穷无尽啊 是无穷无尽啊 但是你这不代表你每个都能火呀 所以像它这一款游戏 它的主题性上是很创新的 但它整个其实实施的过程中 它还是用了一些 非常经典的继续 对 我还是会觉得 从同乱性上来说 我觉得远吗 这个游戏是一个值得 反复玩的一个游戏 并且它重开的体验会不会有 这也就已经成功了 有的游戏我没打好 不重点 Let it go 对 那我不如总结一下 从不同玩家类型的评价下 这些游戏 它到底是行 还是不行的 我其实是不太擅长 这个类型的座友的吗 他赢了 他在那边说我 其实我不能玩上去 因为我们这个小组嘛 都是喜爱这样的嘛 但是这种类型的游戏 其实不是我会主动不要去开的 如果说你愿意再玩一次的话 我实际上是不愿意的 我宁可把这个 座友的宽度拉宽 我再去玩一个新的 可以 我也不愿意在这个地方 再继续深的去挖学 这是我的想法 但是推荐我还是推荐的 那什么样的桌游 你现在玩过的 是属于你愿意一把又一把 是在桌游吗 上次不是有提到吗 我比较喜欢RK老师那种 就是规则五分钟就能说明白 易懂难经 我们前天玩的 特别把我都挺喜欢的 特别忘了 因为现在新游戏太多了 再加上我们做这个频道 然后就会一直要玩新游戏 因为如果玩新游戏 我们有没有办法加费我们的视频 有的时候我就还挺想 去开一些 就像这种 比如说我想再开两三把 我自己去探索一下 然后自己看怎么优化自己动作的那种心态 我还挺愿意如果有时间 最好三四个人 多开两边 那个公司 我其实更愿意花时间去钻研 像那个火虫猫啊 Gut 游行去大地 会愿意花时间在这个怎么跟人谈判 怎么跟人嘴炮上面 这个我觉得就是 因为我有这个主流基础嘛 所以我也不会玩的太差 我也不会玩的太好 我就是感受这个游戏 我觉得你这个就属于一个白条玩家的心态 我们花钱买了都不得多玩几次 这个游戏多少钱呢 我是黑屋买的 它有点打承 大概40多多 那迟钻 40多 我觉得是 对于我来说 我会觉得 哪怕我质币 我觉得它其实户东西没有那么的强 我还是蛮喜欢的 然后它的联动性我觉得也都挺好的 它也没有说很难的 难度很深的 所以我觉得接受部分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是蛮推荐这个游戏 作为一个得社会 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传统的题具 加入一个新鲜主题的一个成功的尝试 如果大家对于喜欢尝试一些特种新鲜桌游 并且希望这个游戏机制有保证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游戏 尤其推荐那些 福建音乐专业的桌游玩家 可能会有一点代理 它是一个值得我推荐的一个游戏 那么这一期的桌游行不行 就到这里了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北调盛世的小灰像 北岩 我是幕后小龙 我是小龙 如果喜欢这期节目的话 欢迎大家点赞 同币收藏 一集三连 不要忘记关注哟 再见 再见 再见